李敏昊曾作为韩国影评上的神言,出演了不少景点作品 靠脸缺分了无数粉丝,人气一度风靡亚洲 无论是《华阳男子》里的剧军表 或是《继承者们》中的惊叹 还是《蓝色大海传说》里的许俊仔 至今仍是许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今天给大家安利的这部韩剧 就是男生李敏昊带来的新作 这部韩剧改编于李敏金的小说 根据作家李敏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担子游戏百清歌》 本剧由郭共达全职态联合指导 李敏昊 尹如真 泽敬性奈李敏和等主演的美剧 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美籍汉裔移民家庭中的禁忌爱情故事 小说《担子球游戏》作为纽约时报 2017年师大最佳书籍之一 还曾入为美国国家土书将 在电视剧中 演员尹如真饰演的善思 是一个为了家庭而牺牲自己的人 而李敏昊饰演的高汉水 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商人 而与此同时 他也是将秘密隐藏起来 去追逐尽己爱情的神秘人物 故事中年围绕善思这个人物而展开 善思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 但他并不简单 从小就善于警打细算 而且还是个灵牙利嘴 机灵懂事的小姑娘 父亲不忍心感一个说了日本人坏话的大叔总 而善思为了保住家保护父母 竟然去和大叔说 全靠善思的机灵才躲过了一劫 然而不久后父亲终究病逝 善思被母亲抚养大 长大之后 善思遇到了一个帅气的男人高汉水 当善思被一群日本人骚扰的时候 高汉水救下了他 渐渐的两人便好生 遇到高汉水 善思的人生就发生了转变 注定不平凡 弹子球游戏采用双线描述的方式展开故事 一条是过去线 从善思的成长遭遇讲气 而另一条则是现在线 设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主要围绕所罗门而展开 一个事业涌成的精英人士 他送美国回到了东京 计划完成一笔大买卖 这是一部值得静下心来观赏的影视作品 故事内容深刻 共计九集就呈现了时代的变迁 还聚集了在时代背景中小人物的生存和梦想 从前三集来看的确排出了质感 时代风格强烈 郭共达犬局态联兽之道 果然没两人失望 上线首日 在IMBD平台 弹子球游戏第一集第二集的平均分为8.7分 而第三集的评分则为8.8分 口碑良好 不仅有着出色的口碑精彩的故事 弹子球游戏的拍摄配乐也有着极高的艺术水准 又是一部精彩剧集诞生了 弹子球游戏值得一追 此外 李敏浩在剧中的表现也十分惹艳 李敏浩饰演了一个关键在潜在黑帮角色 将陷入神秘危险爱情 改变人生轨迹的韩珠韩索一角 韩珠韩索是一名在日的韩国瑜伤 他为了自己的事业而与日本黑帮有勾结 美国电影专门媒体好莱坞记者 对李敏浩的评价 李敏浩的演技让人感叹 他超越了干练而又具有威胁性的角色 将韩珠韩索这个人物演绎的既复杂又神秘 美国演艺专门媒体 Show Beats Cheat Sheet也表示 李敏浩的粉丝们可以一群新的视角 看待他也寒出寒碎的样子 Show Beats Cheat Sheet集中介绍了 李敏浩期间为止从未见过的演技变身 美国大众文化专业杂志Decider 称赞了完成弹子球游戏的演员们和导演制作团队 导演国共达全职态的指导 编剧秀秀的改编以及演员们的合作 完成了宏大而具有美学意义的故事 美国著名媒体CNET表示 李敏浩展现了角色的真诚和细腻 给角色注入了生机 特别是美国媒体则刘敏的表示 看着李敏浩明亮眼神 发现了其中隐藏着冷酷之意 李敏浩和金敏河的压迫和热情之间 展现了紧绷的化学反应 预计李敏浩将通过喊出韩秀义军 展现致命魅力 李敏浩流畅地描绘了爱情和野心之间 矛盾的复杂内心 虽然弹子球游戏口碑很好 李敏浩的演技也更上一层楼 但他本人的口碑却没有随着 电视剧的热播而上升 反而被黑得体无万福 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是李敏浩在剧 弹子球游戏中胖了许多 要知道韩国男星一般胖起来 颜值就是崩塌式的下滑 比如当初又美又帅了张根舍 凭着那张摇眼俊美的脸 俘获了不少粉丝的芳心 胖起来的时候 跟风吹的气球似的很重 友情出演《华有记》的时候 也是一如既往的胖 要知道张根舍的脸 以前是被称为神眼的存在 张根舍是因为情绪不稳定 需要一口药物维持 药物中含有不少激素 才导致肥胖的 只是他胖了之后 就很少再有作品 不少品牌也都离他而去了 韩国娱乐圈的内卷是非常严重的 甚至比国内的娱乐圈还要严重 今日李敏浩在出席 弹子球游戏发布会时 一脸发腐发塞的痕迹引起了不少热议 网友直呼 34岁的李敏浩看着真老 当天李敏浩以四六分的发型 现身新剧首运会 一身西装陆克打扮相当精神 要知道 在韩国不少媒体还会帮忙美化 但是美国媒体可就喜欢堆脸高清拍 而且还喜欢生涂 这下狠心的样子就完全暴露 近距离镜头拍到李敏浩的脸 虽然没有什么瑕疵 但是内功明显发力为深 苹果肌硕大 看起来非常油腻 脸星发散严重 五官感觉都要跳出脸部了 在与之前帅气的时候做对比 李敏浩以母般的笑容 看起来有些辣眼睛 其实李敏浩此前经常因为发福 被网友调侃 自从退伍之后 李敏浩的身材管理状态就一直很迷离 去年11月份 有网友在美国偶遇到了李敏浩 当时的他与友人在一起游玩 看起来神材管理比较到位 但是这才隔了四个月的时间 李敏浩就又发福了 除此之外 还有人吐槽李敏浩搭档的女性颜值 也越来越低了 李敏浩本身已经是帅的代名词 和他合作爱情界的女演员们 也是美貌出圈 例如继承者门里的朴星会 蓝色大海的传说中的全智仙 城市恋人中的朴米英 国王永远的君王中的金高银 但最近李敏浩的新剧 《弹子球游戏》却有点翻车 饰演女主的金敏河属于 代言戏奖项 在美女遍地的韩娱乐圈 并不算十分显艳 再加上剧中平民女人的人设和装扮 因此被不少网友吐槽 get不到她的颜值 更有人吐槽 劳力的女主颜值直线下滑 不仅如此 李敏浩在这之后的丑牌作品 论文兴兴兴吧 加上合作的女演员是孔孝珍 虽然是演技派女王 但也不是标准的韩国美联星 看来只能更期待剧情了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李敏浩最近的赔税绯闻 前段时间 知名网络红人帝师 在自己的直播间 爆料韩国娱乐圈潜规则 该爆料人声称 一位毛毛碎火的韩国男明星 曾经遭遇过潜规则 在内地的几位富婆曾经有过地下交易 一度数次前往内地赔税 甚至一次形成最少赔税四位富婆 深入一度达到最高一个亿 可以说赚的盆码钵码 令人惊叹 而这些富婆也不是传统印象里的50岁左右的婆婆 而是30岁左右的大姐姐 根据线索 网友指出 该名男性为李敏浩 电视还透露 这位曾经的顶流 现在发肤发胖了 就是因为不务正业 内分泌紊乱导致的 如今的形象 让这位明星已经演不了男主了 只能去陪富婆 所以就导致她越来越胖 整件事还刚刚爆出来一会儿 汪海林就转发了一条爆料新闻 还非常笃定地表示就是鸭 不过李敏浩粉丝站 辟谣网传李敏浩与富婆暧昧传闻 并表示 李敏浩2013年底爆红后 没有空窗期 14年全年只休息了三天 而李敏浩作为外国人登场春晚前 也是经过了从节目组到高层的层层审查 背景作风也惊得起管理者的层层审核 随后 电视也第一时间向李敏浩本人集团队公开道歉 表示从未说过李敏浩的任何八卦 为此 帝师已经准备用法律手段追究该营销后的责任 并再次向李敏浩献上道歉 有这时间不如关注李敏浩的新剧 这次李敏浩的新作《淡子球有幸》 剧情 口碑 制作 演技都在线 甚至摄影 配乐也都有着极高的艺术水准 另外 个人也不相信李敏浩是这样的人 一直以来他都在用新演习 用实力赢得观众们的认可 作为公众人物 难免会被别人拿来当噱头 更何况他忍气热度这么高 估计是被当成蹭热度流量的靶子了 没有人上位 面疯活 Legends